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今天给各位讲一个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人物 很有名 很重磅 但大陆看官可能和他不熟 他就是胡适 大家和他不熟是因为共党恨他 恨到咬牙切齿 甚至让文艺作品中的很多反派人物都姓胡 比如大家看过红片《闪闪的红星》 反派A角叫胡汉三 毛泰的样板戏《沙家帮》 杂牌军司令叫胡传奎 影视剧《临海血缘》 杨子荣客串的东北土匪头胡彪 没错吧 为什么恨到这么奇葩 您往下听就明白了 好 节目开始前有请新来的看官抬手点击 迎屏右下角的订阅和小铃铛按钮 支持我们这款独家挖坟共党的节目啊 谢了 书归正本 但凡谈到近现代中国文化几乎都离不开胡适 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 很多人是十年寒窗才读完了博士 胡适先生呢 一个人获得三十六个博士学位 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他不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在哲学史学方面也都有独到见解 民国时期许多熠熠生辉的大学者 都是他的学生 智友或者是铁粉 更独特的是 民国时期的胡适还违反了文人不从政的初衷 而且他不仅投身政治漩涡 还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 最可贵的是 胡适对马主义和共党画出乌托邦大饼 面上伟光正 一入夜就偷鸡摸狗男道女昌的勾搭 有着一眼洞穿的超人本领 基本来说 他就是个共党邪恶理论的克星 好 因为胡适大师的传奇事迹太多 咱们分两集来说 胡适祖籍安徽济西 1891年生于上海 父亲胡传自铁花 在胡适出生两个月的时候 就奉调台湾担任台东的支州 相当于县长兼保安司令 胡适长到三岁 随母亲冯顺帝去了台湾和父亲团聚 甲午战争之后 台湾被大清隔让给了日本 许多官员从台湾奉调回了大陆 胡铁花呢 在坚守台南的刘永福的要求下 又暂时留在台湾了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病重才离开 但不久他就病逝于厦门 父亲临终前给胡适留下了遗嘱 鼓励他读书上进 胡适呢 打小就天资聪颖 在母亲的教导下认真读书 熟读传统经典 长到十三岁的时候 得育机缘去上海接受新式教育 临行前 母亲特别安排他 和长他一岁的远房亲戚 江东秀订了婚 一到上海呢 可不得了了 一颗新星冒了头 经过短暂的适应 本来就扎扎实实 打好了国学功底的胡适 很快火箭式的连升了四班 还照样是班里的佼佼者 1910年 胡适考取了第二届 更款留学奖学金 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 给各位看官简单介绍几句 庚子赔款和三批流美精英 列位都知道 清光绪26年 也就是1900年 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 就是所谓几十万 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 围攻各国使馆 引得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慈禧太后 弃都而逃的事件 1901年 李鸿章被迫受命 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薪酬条约 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 四亿五千万两 分39年付清 这就是庚子赔款 1908年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 授权罗斯福总统 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 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 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 并且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 在北京分三次从全国招考 更款留学生 对考生的要求 除了通晓国文、英文之外 还需身体强健、性情纯正 相貌完全、身价清白 第一次招考 出世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 取68人 在富世 分别考物理、化学、薄物、代数、几何、三角 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 连出世代富世 一共考了七八天 最后放榜 630人应考只取了47人 可见激烈竞争程度 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宜齐 就是录取生之一 第二年二次招考 考试仍分出世、富世 出世照样先考国文、英文 富世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 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 四百多人应考 最后录取了70人 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胡适 他当年考了第55名 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润 气象学家朱可真等等 1911年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 更款留美学生 共63人 好 说回胡适 他先在康奈尔大学选读农课 后来没兴趣了 改读了文课 完成了哲学心理学课程 另外还俯修了英国文学和政治经济学 读书之余呢 胡适还参加了各种课外活动和公共事务 比如他经常被教会社团邀请讲述中国近代史什么的 试科明星哪里都发光 胡适又被选举为康大的世界学生会会长 1915年他转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师承当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教授 胡适后来的学术主张深受杜威的影响 1917年下 胡适结束了7年的留美生涯 回到北大任教 10年26岁 在母亲的连番催促下 代母智孝的胡适尽管内心是一百个不愿意 还是选择回老家和裹着小脚大字不识几个的江东秀 完了婚 这桩留美博士和无知村姑的结合 成为民国的七大奇闻之一啊 咱不知道眼下和胡适同龄 却向往着元宇宙的青年们怎么看这事 胡适夫妻婚后育有二子一女 女儿早妖 长子胡祖旺 有光宗耀祖之意 次子取名胡思杜 寓意思念杜威 既表达了胡适对恩师的敬重之情 也暗含了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回到了中国的胡适 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周易》一文 论述写作文体的革新 这篇文章被视为提倡白话文的首篇宣言 不过此文仍然属于文白胶杂的写法 胡适还称自己的白话新诗是在做常识 因此称自己1920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上的 第一部白话诗集叫做常识集 1919年5月4日 北京爆发了号称救国 实际上是胡闹的五四运动 这么说受共党常年宣讲影响的新来看官 也许不认同 没关系 咱们这里不展开讨论 因为共党至今还是选择性的运用五四的影响 时不时的拿来给共党当年山巅政府的造反背书 因为他一代党首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人 都积极投入了五四 并且把运动带向了共党的破坏性政治 而胡适等少数人则坚持把五四作为 非政治化的文化运动 此后胡适开始撰写白话文学、白话小诗 有些作品还被谱成了歌曲 也因此胡适又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批评 但实际上呢 白话文运动并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明清时期就已经有了白话文的创作 比如《如临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红楼梦》什么的 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智学方面 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 研究中国先秦哲学 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先秦明学史》为基础 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但遗憾的是他仅仅写到先秦就割了笔 一生都没再写下卷 蔡元培曾赞扬胡适的这部 仅存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是一部新的哲学史 大陆知名哲学家冯友兰也认为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 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文学方面 胡适对古典小说《红楼梦》 《水浒传》 《西游记》 《三国演义》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也卓有成就 有著述六十万言 并且集结成了《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他的《红楼梦考证》对后来的红学专家于平博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胡适还写了一部《中国禅宗史》 对佛教禅宗法门做了深入的研究 他还研读了《水晶柱》和《孔子》 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下面说到这位大咖是怎么招共党恨入骨髓的 1922年胡适担任了北大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 在做学问和教书从事行政工作期间 温文尔雅的胡适开始关心时政 他和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 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联合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之后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人权 质疑国民党何时才能有宪法呀 1930年他和梁石秋、罗隆基合著出版的 《人权论级》一书还遭到国府的查禁 那时候胡适对蒋总领导的国民政府的 训政体制并不认同 他认为老蒋不懂民主不懂宪法 还撰文批评 但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在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胡适选择了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 并且临危受命 在这一年以特使身份去了美国 去争取美帝的支持 隔年胡适被蒋总任命为驻美全权特使 这个消息传到日本之后 日本内阁是倍感压力呀 特别是日本驻美大使居然增设为三个人 这很罕见 就是怕了胡适的能力 想压制住他 1938年到1942年任驻美大使期间 胡适一方面奔走美国的各大城市演讲 争取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 另一方面 他还多次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 为国民政府争取更多的援助 胡适的努力赢得了美国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 替中国争取到了大量的抗日外援 而他自己却分毫不取 连大使那份特资收入他都原封不动地交回给政府 可见其高峰亮节 1942年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 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他应聘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 担任名誉顾问 到1944年他又在哈佛大学讲学 不过呢 因为胡适人缘极好 几乎每晚上都有应酬 所以他常常熬到深夜才能静心撰文 准备隔天的演讲 这就让他的心脏病情加重了 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 1946年的7月胡适回国 担当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1月28日 蒋总向国民大会提出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被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所接受 也自然了了胡大师早先对国民党 何时才能有宪法的质疑 胡适虽然身在学界 此时并没有完全和政界脱离瓜葛 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变化 共军1948年底包围了北平 北大学生吴涵奉共党之命 前来劝说恩师胡适留下 为共党效命 当然都是些统战伎俩 一些不靠谱的许诺 咱七十大官的看官都懂 而早就洞穿共党本质的胡适 丝毫不为所动 最后时刻匆匆搭击 随政府撤到南京 之后应蒋总的要求 胡适以个人身份再度赴美国 去为国民政府的存亡再做一次外交努力 胡大师本来还是看重吴涵的才华 所以后来不止一次说 吴涵可惜了走错了路 吴涵此后的遭遇和悲惨结局 我们在《中南火海》节目里做过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观赏 铁一般的证实了胡适的先见之名 1949年4月 胡适抵达旧金山 面对着蜂拥而来的记者 他虽然十多天没看报纸 但已经知道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胡先生此时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但他随即表示 不管局势如何艰难 我愿意用我道义的力量 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 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 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 还有政府可以支持 如果这个政府垮了 我们到哪儿去 当时美帝被共党的花言巧语拍胸脯说 会搞民选政府的承诺所蒙骗 错误地选择了抛弃国民政府 因此胡适的民间外交努力均告无效 悲愤之余 胡适取消了自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 抗议美国政客的短见和愚蠢 好 今天咱们先讲到这儿 胡大师的精彩人生 特别是被共党恨得咬牙切齿的光辉事迹 咱们下集再表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也谢谢您订阅点赞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